新北市为了推动习食分享网计划 农业局在土城区的无独菜园 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格外品蔬果 与习食分享餐厅的合作 象征餐饮业者接纳食用蔬果格外品 例行不浪费食材的精神 减少食物浪费是全球性的重要课题 新北市推动习食分享网计划 集结市府各机关以及民间的力量 以系统化方式来解决源头浪费 以及盛食的问题 农业局并在土城区辉药无独菜园 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格外品蔬果 与习食分享餐厅的合作 象征餐饮业者接纳食用蔬果格外品 例行不浪费食材的精神 今天是我们习食分享餐厅 我们经过一年多的努力 已经有32家了 那么在这NG丑蔬果原来的管道 有一年我们让NG丑蔬果 已经推销出去了700公吨 那么社会局的空盘运动 一年也可以有382公吨的 这样子的食物不会被浪费 简单的说 今天我们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力量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权利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办法 让所有的食物不是不要被浪费 而是我们让所有的食物 能够体现这个土地的价值 局长李文表示 习食运动要能够延续下去 靠的是每一位国人都能够发挥习食精神 12月23 24日 两日下午2点到6点 将在板桥车站站前广场 举办第三届 耶诞习食分享节 今年以四大主题串联展区 分享日常生活中 可以落实的习食行动 没有那个利用价值的 让他能够做出更好的美食 给大家消费享用的话 我觉得我真的很高兴 有没有那种自己的小孩 全部都被接受 有有有有 因为种菜就像自己的小孩 因为种菜就像照顾小孩子一样 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力量 让所有农民所种出来的东西 我们珍惜它 让农民所珍惜的事情 让农民所心情耕耘出来的食物 都会成为我们每一个人 心中最珍贵的一个部分 这是我们今天 我们新北市政府推动习食分享不浪费 跟全世界唯一最大不同是 我们今天做的每一件事情 就是珍惜我们每一个人 脚踩的土地 珍惜土地的价值 李文表示在源头端 习食分享餐厅计划 没和餐饮业者使用 有机有散等级的蔬果格外品 拯救原本可能会在产销过程中 被浪费的好食材 现在双北市已经有32家餐饮业者响应 加上果菜公司爱心捐赠给老人共餐的数量 至今已经没和分送约700公顿的蔬果格外品 谢谢观众视频长报道